這樣的感覺拍出來最好 剛剛雲霧 現在雲霧又散去了 你看中間是一個分岔點 右手邊波雲間日 左手邊雲霧又撩繞 現在雲霧要開要散 由太陽來做決定 你看這邊的光線就特別好 但是呢 另外一側 真的看都看不到 就可以知道了 我最喜歡拍攝 你看雲跟霧的飄渺之間 哇雲就散去了 你看好快喔 又陽光又出來了 哇你看藍藍的天 好漂亮 好清秀的山喔 哇 你看有人在爬山有沒有看到 那個穿橘色的那個都是有沒有 登山隊有沒有看到 遠遠的 就爬到最上面 真的像荷歡東風 哇你看他登山隊在雲霧跟苗馬之間 好天氣 就他的零線差別 嗯 零線的右手邊 雲霧繚繞 那他們在零線的左手邊 他們現在慢慢的要往下走了 有看到嗎 他們都穿橘色比較鮮豔的 在整個登山的顏色色彩是相對很重要 安全要第一 哇這樣景色 太難得看到這樣子 何歡三芝美 這個時候這個手機這個 這個拍照這個功能就不行了 嗯所以我有帶相機來 我稍微近一點來看一下他們下山的路況 哇這登山隊太厲害了 來請看有沒有看到在零線正中間 我放近一點 他們穿橘色的衣服 然後慢慢要登山下來了 他們是在好像有幾個還在上嗎 嗯對有人有上有人有下的 對 這個時候這個相機 高倍的相機就好了 你沒有帶來喔 沒有啊 可惜 在正前方有沒有看到一個登山隊下來了 有沒有看到沒有 這前方下來的 嗯 然後雲霧繚繞 其實坐在這邊就很享受了 嗯 因為逆光拍的效果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要向光來拍一下 啊 另外一個登山都在這邊 來正前方有沒有看到 正前方在這邊 他慢慢要下山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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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